台南知名古蹟赤坎楼 安平古堡涌近六百位国外游客 像这样的大团已经好久不见 大伙人拿出手机拍照 天气热买冰喝饮料活力十足 但口音很不一样 他们不是陆客团而是越南团 老板这样做我们才有机会参观 全部的台湾 兴奋了因为台湾的风景 跟越南的风景好像不一样 原来是台商在台南投资开钢铁厂 超过二十年 老板体恤员工招待六百人 到台湾五天四夜游 团费高达四千万元老板淘妖包 到PC放天灯台北参观101大楼 南投游日月潭再到台南看酷鸡 吃美食最后到高雄 老板力挺政府新南向政策 很多人都提出一些疑问出来 但是我觉得说与其提出疑问 倒不然我们没有心动做表示 台资企业老板招待员工台湾旅游 成为新南向另类业绩 附近小吃摊跟旅游业者乐观启程 越南还会消费买个饮料 买个冰淇淋买个可乐 陆客很多来他只看他不买 希望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市场 可以给旅游业者一个努力的空间 蔡政府上台后陆客不来 重创观光旅游业 推新南向亡羊捕牢 但东南亚国家人口数 经济规模都不比大陆 是否真能取代陆客团需要时间来证明 记者赖官章王书宏台南报导 介绍 要论